每次跟村民交易都會騙好多錢喔 我現在身上剩下兩塊耶 我看我跟動物交易好了 動物應該比較好騙錢吧 欸 這邊還有一隻小的 還要更好騙吧 蛤 豬竟然賣豬肉 哈囉 大家好 我現在是今天來到一個 可以跟生物交易出最強道具的世界生存 終於一個耶 我不會再被村民騙了 那剛剛願意跟我交易的這隻小豬呢 牠身上可以買豬肉 也可以買烤豬肉 這是牠的親戚嗎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怪怪的東西耶 這個叫做屁... 不是屁建啦 豬劍喔 牠的攻擊力有7 而且牠可以打出15的樣子耶 哇 我現在只差4顆綠寶石喔 我們來想辦法跟牠交易這個豬劍試試看喔 那因為今天呢 我的手頭有點緊喔 所以說我帶了一台機器過來 這個東西呢 非常的神奇 我只要把牠放到地面之後呢 對著牠頂一下 嘿 沒有錯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ATM喔 攜帶型ATM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是要用這個 攜帶型ATM來提款 然後我們再想辦法去交易喔 這樣我們就可以發大財了 所以我可以來找小豬交易喔 小豬你在哪裡 欸 我剛剛提款一下而已 那隻小豬就不見耶 還是我們在找別的豬好了 在跟其他豬交易之前呢 我要先來做一件事情喔 就是我身上有 儲物箱了 然後接著我再把掠寶石給放在一起 就可以做出 嘿 這是交易道具條喔 我們要用這個東西來改造一下豬的腦袋喔 嘿 欸 喔... 欸 剛剛一瞬間 是不是跑出一開始 사고的東西 哈哈 村民上身欸 這是豬 來 來 然後這樣應該就可以跟牠交易了啦 喔 有了 有了 這邊有一個豬劍了 那我們來放看看喔 吵新傷害竟然有7耶 哇塞 哈哈哈哈 上面還有1個豬頭耶 哈哈哈哈 好酷喔 哇 那我們來試刀看看 receive 有嗎 有跑出 欸 沒有欸 掉落的食物 掉落的食物 欸等一下 啊怎麼都掉出豬肉跟羊肉 還是我打其他動物試試看啊 OK 我打掉什麼 哇 馬掉超多東西的 再一次再一次 我只要打一下它就會噴出食物喔 哇 這是糖果物是不是啊 再一下 我不需要直接把果物打死了 我只要這樣揍它的話就可以那個耶 拿食物的樣子耶 這樣不知道會不會噴什麼金蘋果之類的耶 那接著我想要看一下喔 其他動物就是羊吧 我們來看羊可以交易什麼東西出來 哇哈哈 又村民附身了 來 讓我看看喔 嘿 喔 有耶 它可以換一身羊肉 哇 它是扒自己的身體來吃是不是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羊的嘴巴 這羊的嘴巴怎麼看起來像補鼠器啊 總之我先來提款一下喔 我們再來跟它買買看 OK 有了羊嘴巴 那這個羊嘴巴的效果好像是我可以吃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羊的牙齒看起來有點尖啊 喔 好恐怖喔 原來它平常障礙嘴巴的時候是這個樣子嗎 這是從它有了智慧之後它的走路方式快快的 它怎麼橫著走啊 螃蟹 那總之這個羊的嘴巴好像可以拿來吃草地是不是 喔 有耶 我吃掉一塊草地了 力量還有一個回復效果耶 哇哈哈 欸 好像有點猛耶 欸 那這樣子我的傷害不就超高了 哇哈哈 然後我今天的目標就是用生物交易出來的東西呢 來想辦法擊敗 終界龍 這把豬武劍感覺就夠強了 哈哈哈哈 哇 這個看起來好怪喔 我現在太注意到耶 它的握把好像是豬的腳是不是 OK 那我來到村莊了各位 然後我也找到鐵巨人了 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件事情耶 我現在有一個豬劍 然後我也有這個羊嘴巴喔 所以說我只要像這樣子吃一下草地 我們應該可以跟鐵巨人正面互打吧 我以為羊嘴可以保護我 沒想到我這麼脆弱喔 看來我還是只能用這招了 哇 鐵巨人一直噴漏出來耶 這怕也是鐵巨人啊 OK 那這樣子 欸 等一下 我跟鐵巨人交易啊 我剛剛把他打死啊 OK 我又來到另外一個村莊了 沒想到一分鐘內我就找了兩個村莊喔 所以說接著我們就來找鐵巨人交易看看 嘿 來吧 喔 有了喔 我可以跟他交易 哇賽 鐵巨人可以換鐵耶 真的假的 那我直接來跟他換個全套鐵裝出來用好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玫瑰 哈哈 我換玫瑰幹嘛 而且這玫瑰還蠻便宜的耶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鐵發射器 欸 哇賽 遠距離攻擊的武器嗎 哇 我們來換一把試試看喔 嘿 OK 好多功能喔 總之我先來做一套鐵裝 注意見人家全套鐵裝 那個眼睛真的是好鮮艷喔 來吧 那接著我們就來把這隻鐵巨人給解決掉喔 真是殺難耶 欸 等一下 我看到後面都沒有快快的東西 欸 這邊有一個綠色村民耶 哈哈 又在追貓 你又想追貓 不知道這個村民能不能改造 讓他變成可以交易的村民耶 因為他現在就只是一個傻子喔 還是我最後再來試好了 總之我先來試試看這把鐵發射器能幹嘛 嘿 哇 欸 那有什麼 噴出一大堆 哇賽 怎麼有鐵 賺個鐵方塊啊 但我剛才跟他交易 我被他騙錢耶 欸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鐵匠 不過我順便看一下有什麼好了 我給你把鐵鎬 最後我們就來做一件事情喔 我們在這個正中央把所有村民炸成鐵 嘿 哇哈哈 喔 好酷喔 欸 然後我以為我發射出去的東西是一個鐵磚喔 我現在才注意到耶 等一下 這個鐵磚的傷害好像有點低耶 喔 喔 好痛 為什麼 我炸不太死他們 我竟然炸一下 差點把自己炸死 喔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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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接著我想要先來找一個動物喔 就是雞 雞好像也可以拿來交易的這樣子 嘿 哇 有了有了有了 來吧 那麼這隻雞可以拿什麼東西呢 走 走 走 這麼快啊 喔喔 這邊有個怪的東西耶 呵呵 意思是賣雞肉 到底是怎樣 都賣自己家人是不是啊 欸 這是滑翔翼耶 滑翔翔翼 薩爾達是不是 哇 欸 好帥喔 真的是滑翔翔 哇 而且我竟然單手拿著滑翔翼耶 會不會摔死啊 是說這個滑翔翼怎麼這麼擋視野啊 這好像我在騎機車的時候拿雨傘的感覺喔 好帥喔 滑翔翼 欸 等一下 滑翔翼我可以往上飛 蛤 欸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我差點直接把自己摔死耶 喔 有了有了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喔 喔 我懂了 我可以用這個東西飛起來啦 哈哈哈哈 哇 我直接放屁飛起來耶 好酷喔 如果我把滑翔翼放掉的話 我就會直接往下摔的樣子喔 OK 那這樣沒問題了 我知道怎麼用了 那我現在來到了一個超級深的洞窟了 哇 哇 這滑翔翼真的超方便的耶 所以說接著我就要來挖一些鑽石吧 OK 我看到了 這邊有一顆鑽石 喔 欸 而且後面那邊也有耶 欸 這把珠劍的傷害真的不是說很高喔 總之我現在把鑽石給挖一挖喔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來看一下 鑽石劍跟珠劍的傷害到底哪個比較高了 鑽石劍 欸 等一下 珠劍跟鑽石劍的傷害竟然是一樣的喔 珠劍這麼猛喔 好吧 那我就做個鑽石搞就好了 再來我想要再做個交易條了 因為今天除了跟動物交易以外呢 我也可以跟怪物交易喔 跟動物交易我會不會被揍死啊 總之前面我看到了一些怪耶 來來 我們先找個骷髏光跟手來交易看看啊 不要被殺我了 冷靜點 他還是會繼續打我 欸 等一下 你冷靜點好不好 啊 等一下 我按錯了 我們有話好好說 來 交易一下 OK 有了有了 喔 他可以賣骨袍跟箭矢給我 而且還可以賣一個是什麼 全自動的攻欸 全自動攻是什麼東西啊 而且他還在射我 好痛 等一下我們先買個箭矢跟賣個弓喔 會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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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射了 我們明明在交易了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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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那我們來試試看 究竟全自動攻是什麼東西 聽起來就超猛啦 喂 竟然敢這樣射 竟然敢在交易的時候射我 哇塞 這把他 這把他攻操好猛欸 而且我剛剛發現 我沒有用到箭矢欸 他完全沒有辦法任何一根 再來我再找個苦力怕好了 欸 哇塞 兩下可以打掉一隻骷髏弓箭手欸 他武器好像有點太強喔 喔 有了 我找到一隻苦力怕了 欸 那接著我們就來跟苦力怕交易看看喔 等一下 我要怎麼跟苦力怕交易啊 不太可能吧 他會攻擊我吧 哈哈 他怎麼 他是不是被附身之後跑得更快啦 欸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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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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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像這樣的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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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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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想到 我想到一個方法了 來來來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喔 把這邊給挖開 欸欸欸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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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等一下 會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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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點 冷靜點 來吧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交易了吧 有上下位的話 喔 可以欸 喔喔 他可以賣TNT 還有這什麼 苦力怕稿 這把稿好像跟鑽石的等級差不多欸 哇塞 好便宜喔 才四顆 來 我們買買看喔 苦力怕稿 哇塞 上面竟然有一個苦力怕頭欸 看起來有夠危險的啦 那這個稿子的能力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喔 哇 啊 啊 怎麼爆炸了 欸 啊 挖下去已經會爆炸了 等一下 我的裝備會先壞掉啊 這東西真的沒問題嗎 至少我會把自己炸死 那這個東西如果挖礦物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喔 挖礦物的話就不會爆炸了是不是 挖石頭才會 那我現在沒有到很難用欸 欸 等一下 那我看到這邊有 欸 是苦力怕喔 我可以像這樣子把它炸開對不對 欸 喔塞 喔塞 OK 這樣有炸掉嗎 還沒 兩下 三下 欸 啊怎麼還沒炸掉 四下 OK 哈哈 我現在要炸四下才可以把怪物炸死喔 而且我的頭盔已經壞掉了 我的天啊 還好我剛剛有買這個鐵巨人槍喔 這樣就可以補充我的鐵裝了 OK 那我現在來到地獄了 目前我身上有個東西超方便欸 這是我的滑翔翼喔 我可以直接在地獄裡面飛對不對 哈哈哈哈 超棒的啦 我的天啊 所以說我們就直接拉著滑翔翼 我們去找一下地獄堡壘吧 OK OK 沒問題 沒問題 超危險 我的天啊 在這個地方飛感覺超容易掉下去的欸 喔喔喔喔喔好快喔 我找到地獄堡壘了 欸這次運氣超好欸 這滑翔翼的移動速度實在是有點慢喔 那接著我們就是可以直接拿我的弓 開始出來射了對不對 全自動弓箭啊 來吧 吃我這招 哈哈哈哈 烈焰神直接被射爛欸 啊啊好痛 欸那在這個地方我可以吃草地嗎 沒有草地但應該有機會吧 啊不行 哈哈哈哈 我不能吃其他東西欸 啊哈哈 那接著我就來打一些的那個 烈焰杆出來用喔 我拿這把豬劍打啊 殭屍豬人 是不是算是同類相殘啊 嘿 掉出來吧烈焰杆 啊等一下我射到殭屍豬人了 欸欸好像沒事欸 欸我射殭屍豬人也沒 啊等一下有事有事 把他打死就有事了 哈哈哈哈 哇超危險的 既然你們要打我就拿你們的同類打 吃我的豬劍 哈哈哈哈 OK 那我目前已經打到八根烈焰杆了 來來來來 那再來我要做一件事情喔 我想要來找一隻烈焰神交易喔 那那個地方就不錯有沒有 那我先想辦法把這隻烈焰神給關起來 這樣子這樣子 欸不要出來不要出來 欸不要出來不要出來 你給我進去 好像也是可以啊 那這樣子關起來之後呢 我應該就可以來跟他交易了 所以說我們先來把他改造一下喔 讓他變怪怪的 然後就是 嘿 這樣子 喔有了 火球法杖 烈焰杆 他會賣烈焰杆喔 那我直接買就好了 我還打那麼多隻 然後我的錢又有點不夠了 所以說我先來提款一下 那這樣子應該就可以直接來換個 火球法杖了 我們現在來測試看看 這把攻擊怎麼樣喔 欸等一下 這上面好帥喔 這是一顆火球彈在上面耶 嘿 喔等一下 好像 欸欸欸 哈哈 我都死掉了 原來那個近距離會攻擊到自己喔 我的天啊 OK 各位我又復活啦 然後我的珠劍跟全自動弓好像被燒掉了耶 而且烈焰杆也不見了 所以說我們來換一下烈焰杆吧 哈哈哈哈 哇這真方便啊 總之我想要先去把我的武器給買回來喔 這邊有個靈魂殺骨耶 所以說我應該也可以再來換一把全自動弓喔 就決定是你了 冷靜點 OK 這樣就有全自動弓了 還好我有印鈔機啊 好的我又找到一隻豬了 OK 豬劍 那武器都買回來之後 我想要再去地獄一次 為了要打終界龍 現在我只差終界珍珠了 所以我們去打安德喔 喔 我看到扭曲叢林了 那來到扭曲叢林之後 我要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這把弓能不能超越安德的速度打到他 那目標就是這隻 準備射擊 啊 打不到 讓我用看火球法杖丟丟看好了 喔喔喔好危險 我還是不要用這個東西好了 哈哈哈哈 但我沒講 像我這種平凡人還是拿豬劍打安德好了 OK 那目前我的終界珍珠已經有14顆了 所以說我們就先回去主世界吧 欸 我剛剛丟出一個壞掉的 鐵磚炸彈欸 鐵居然是不是賣了不良品給我 喔然後現在是晚上欸 我可以來順便試試看這把武器 火球法杖的傷害到底有多高了 這決定是這隻苦力怕了 去吧 哇 欸哇塞欸這是閃彈喔 哇哈哈 欸好酷 欸欸怎麼會有顆往回飛啊 難怪剛剛這麼痛 我直接被一發打死 哇這把 這把武器打終界龍感覺會秒殺他欸 OK那我已經跑了一段距離了 終界祭壇應該就在這個洞窟下面而已吧 總之我先拿著滑翔翼往下 然後再拿我的苦力怕搞出來 往下挖就好了 哈哈哈哈 哇 原來這把鎬子要這樣用啊 喔我的裝備在一間間爆掉欸 哈哈 我的頭盔不見了 OK然後我也挖到終界祭壇了 欸不對這是終界遺跡啦 好欸 欸等一下這是什麼 地層深淵的東西欸 哇好恐怖喔 會不會走著走著跑出Warden啊 哇 唉唷 唉唷整個圖書館都爛掉了 唉唷這圖書館好噁心喔 不要看不要看 我應該有打馬 啊 這個是真的是 Warden的召喚的那個東西欸 哇塞 終界祭壇在哪裡啊 原來黑暗深淵的地形會直接侵入到終界裡面喔 我第一次看到喔 喔前面有一顆那危險的東西了 好像也可以直接把它炸掉齁 嘿 哈哈哈哈 哇直接變乾淨欸 那這樣好像也沒那麼危險了 OK 各位觀眾我找到了 這邊就是終界祭壇的前面 嘿嘿 拿不到 然後我再做一套新的鐵裝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去打終界熊囉 出發 GoGo OK那來到終界之後呢 我們就是先用滑翔翼飛起來有沒有 然後接著我們在上面這邊用火球法杖 嘿 我們就可以一顆一顆把它打掉了 只是這滑翔翼不能放開太久 不然我會直接摔死 嘿嘿嘿 嘿嘿嘿 好危險好危險 嘿 最後兩顆 最後一顆 OK 欸解決了嗎 這麼快 這麼簡單喔 然後我們再拿這個火球法杖 從天空打終界喔 可以吧 欸欸欸炸到欸 欸這傷害好像沒有到很高是不是 再一次再一次 可以可以可以拿到拿到 嘿嘿 哈哈哈 哇這什麼戰鬥喔 好酷喔 嘿嘿嘿嘿 不要衝過來不要衝過來 然後我好像可以在空中換那個箭矢對不對 嘿嘿嘿嘿 哇塞 這組合技看起來超帥的欸 滑翔翼全自動弓箭 OKOK 各位觀眾他已經被我削到 剩下快半條血了 嘿嘿嘿嘿 喔超近超近距離 我竟然可以貼中間怎麼這麼近 OK那下一個我想要拿 欸等一下等一下 安德黃過來了 你們怎麼有敢追我滑翔絲 其實我想要來的 拿鐵磚槍來打他看看欸 哈哈哈 哇塞鐵磚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忘記了 鐵磚槍剛剛看起來傷害超高的欸 我再試一次欸 這樣打得到嗎 超難欸 喂 哇 怎麼彈出去了 哈哈 欸啊 現在會彈出去了嗎 剛剛畫面看起來 哈哈 超怪的啦 直接 這是我的羊嘴巴 該不會連終界石都不能吃吧 那我要這個東西幹嘛啊 拿來裝我的假牙是不是 接著我要拿我的鎬子 苦力怕鎬 在這個地方挖喔 挖掉的話應該會爆炸吧 喔唷唷唷唷有爆炸 怎麼畫的現在就直接跑了 我想要你把自己炸死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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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怎樣 欸 為什麼我拿弓箭射中間龍 我自己直接被射到快死啊 有這麼誇張 哈哈哈直接反彈到我臉上 OKOK 距離不要太近好像就沒事了 那我先把他消多一點的血喔 OK中間龍準備要下來了 那目前他已經在下面之後呢 我就拿出我的珠劍 我們來看看珠 啊怎麼又跑走了 我想知道珠劍拿來打中間龍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喔 你要下來了是不是 終於 來吧 那我們就從這個地方直接來打中介龍 嘿嘿 欸 好像沒有噴食物是不是 這樣喔 OK 啊 竟然不會噴食物喔 我原本想說中介龍會噴噴魔晶蘋果給我看的 那不然我就直接把它解決掉 我們在空中直接用我的 全自動弓箭把它掃射 嘿 這樣一定可以中吧 啊 等一下怎麼射到我 OK 拒絕 哇 輕鬆到不行欸 我的天啊 那接著我還有一件事情想做 因為我剛剛發現啊 這把苦力怕搞 發完的瞬間啊 嘿 會拿到一個效果 抗性效果 這是不是代表如果我混合所有怪物的力量的話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正面打贏伏守者啊 OK 那總之我想要去找一下圖書館喔 因為中介的圖書館箱子裡 有可能會有一個道具 就是附魔書喔 如果我從這裡面可以開到絲綢之處 絲綢之處 絲綢之處 來吧 喔 哇 哇 真的剛好有絲綢之處欸 這就是實況組織 OK 那這樣我就可以來做一樣東西了 先做個鐵針出來之後呢 再做一把鐵鏟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鐵鏟跟絲綢之處 敲在一起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來挖草地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帶著這個草地 我們去攻略伏守者 OK 那我目前已經來到一個圓谷之城了 欸 剛好這旁邊就有一個會召喚伏守者的那個方塊欸 欸 那我現在這個周圍都放一些的草地喔 趁伏守者出來之前 快快快快快 只是這個地形這樣被我放草地之後好像變得更難走路了欸 OK 那這樣子應該就沒問題了 然後伏守者應該也差不多要出來了 有了嗎 喔 有了 有了 喔 在旁邊而已 喔 好近 好近喔 我就換個地方 我們站在這裡好了 然後再來我就吃個草地 用我的全自動弓箭射他 哈哈哈哈 有效果嗎 看起來超痛的啦 啊 撞過來了 撞過來了 啊 快快快快 我們都射幾發 然後接著 接著 接著 我們用滑翔翼 飛起來 飛起來 可以吧 我們繞到另外一邊喔 啊 太陽一波攻擊打我 快快快 還好這個羊的回復效果超強的 撞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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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換個方法好了 我們要站了 站了 這樣應該也沒問題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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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會損血欸 哇賽 欸 我好像拿移嗎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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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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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紀元城了 等一下 我沒有放過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是紀元挖木洞 不然我換個方法好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喔 一樣吃草地 然後接下來用我的火球法當打他 欸 可以嗎 欸 可以可以可以 這效果超強的 他應該上不來喔 欸欸 哇賽 這超強欸 我打掉了嗎 啊 各位 我竟然把WARDEN這麼輕鬆的 直接關在弟弟打掉了 我真的沒想到這麼簡單啊 不然最後我再試一件事情好了 我想要用這把豬劍來打贏福守者看看喔 有了福守者出來了 交給你了 我的神豬劍 去吧 嘿嘿 欸可以可以 啊哈哈哈哈 我早就知道結果了